字幕提供 大家好 我是Sandy 夏天了 現在夏天馬上擠了 4月多 台北地下街好久沒來了 我們今天下午來想說 會不會很多店家沒開 可是可能是因為疫情 都已經解封的關係 已經沒有戴口罩了 所以其實下午的時候 很多店家都開了 很好 我去看一下 現在的扭蛋到底有多少東西呢 所以它叫浪漫換成 它好像是什麼 它寫什麼奇幻 空想生物圖鑑 應該就是原創 它非常華麗跟夢幻 然後我就想要 可是我剛剛看到它價格有點像 然後換200塊 它其實蠻貴的 它綠色它的尾巴上還掛燈耶 而且它的燈注意 不是古時候的燈 它的燈有點現代耶 是那個歐風的 所以它很衝突耶 它的鳥是東方的鳥 然後它的尾巴上的燈是歐風的 它去把什麼好看什麼放上去 它去把什麼好看什麼放上去 哈哈哈哈 不要在那裡 不要一面一方開 是綠色吧 我應該沒有色盲吧 可是我覺得它的綠 不太對 不是照片上那個 不是我的指甲的綠耶 它是灰藍綠色 嗯 而且它煮起來應該非常大 它的小零件超多 先不煮好不好 地下界哪有先煮 哈哈 這是好像龍蝦的樣子嗎 我賺到一個最普的 難怪 這樣煮 哈哈哈哈 下一個 它這個就是那種 因為日本他們就是 溜了湯上面放一個麻糬 然後麻糬 那個軟軟 然後它才60塊 它就是各種小老鼠在上面 但是我都沒有興趣 不過我只想要知道它的手感 它超硬的 它怎麼可能可以拉得像這樣 圖文不符啊 我拿來拿來 這樣可以 這不行 我會騙 失望 下一個 它這個七龍珠的我覺得很可愛 它就是七龍珠的代表物 像是七龍珠的龍珠雷達 然後金斗雲或是那個 各種代表物 但是我是想要這三個 這兩個我還好 可是它實體多大欸 我去外面開 龍珠雷達 還可以接受 還可以 但是它好像蠻精緻的喔 我來看看 有一點微空虛 好 好 它兩百塊 我跟你講而且反光啊 然後從鏡頭上看啊 天真差 不行這兩百塊真的太貴了 而且我們剛剛掉到地上 它就 它就 全部閃開 它這上它是可以組裝的 但是 不管怎樣它就是空虛啊 兩百塊 我再抽一把就可以抽一番賞 對啊 哈哈哈哈哈哈 我超超吊死 欸怎麼今天 我今天地下街怎麼了 是 是你的問題嗎 你是不是很不會挑雞台今天 我不知道啊 好吧下一個 這其實我不知道是什麼 這好像是黏土 然後上面有很多碎花 然後它這邊特別要是不能吃 我開始以為它是軟軟 但是它好像是 史萊姆 不知道 因為我覺得它有點黏土的感覺 但是它才60塊 但是我有不想的預感 我今天是不是轉太多就是我 沒有啊 我就想要啊 好好奇喔 到底是什麼東西啊 它有點圖文不符 我以為它裡面是 漂亮的碎花 不是耶 它是固體喔 我的意思是 它圖片是漂亮的碎花 但是它不是碎花 我待會不會在這邊掃地 喂 還是它是香香豆 沒有喔 它沒拿去 好可憐 不然我已經不知道它是什麼東西了 它像保麗龍的軟板 而且它黏黏的耶 我以為它是動力煞 也不是 不是它不是動力煞 它是說它可以拉很長 它根本不能拉 拉拉看啊 拉拉看啊 大不了就毀掉而已 它變類似保麗龍 然後再 會碎掉的保麗龍 有黏性的保麗龍 我把它丟掉 沒有啊 它就是保麗龍加一點膠 變成這樣子 我們覺得它可能是有毒的物質 對我覺得它是有毒物質 小朋友不要玩這個 這個 這個很可怕 掰掰 來 Pokemon來了 而且它是大顆的 它這個很酷它是會 下面會發光的 然後 我要Mimikyu我超夢都可以 昨天這支我包得起來不好意思 它很貴耶 我第一次看到250的耶 這好超好 各位看到發光嗎 我來跟它一個特寫 超等 其實還可 超夢也沒有到太歪 我覺得還可 但是250就有點 它如果200塊我覺得OK 可是250有點太貴了 是因為它發光的關係嗎 還可啦 下一個 充滿疑惑 它叫小龍 是那種 寶貝那種 小小龍那種感覺 好可愛喔 它很東方風 可是100塊 還可以 不是喔它70塊 看起來蠻大的耶 不是耶 它120塊 你這個數學 好可愛喔 我今天傳想蛋有開心過嗎 沒有 它這個尾巴好加分喔 你就這樣把它插上去 它的尾巴就一團火焰這樣 好了太黑看不出來它的臉 我最喜歡它這團火焰 插上去很可愛 尾巴 我覺得我是不是被前面 被前面那個 傷太多心了 我現在 開心不起來耶 現在CV直播剛好開心不起來耶 真的 120塊 還可以啊 它是第二彈耶 我最喜歡這種金光閃閃的東西 幾百塊 100塊好像還可能 妳知道妳是哪一個石層生的嗎 我不知道耶 子丑銀蟒 乘四 五位生有虛海 我知道我哪一個 但是我不能跟大家講啊 對不能講 我知道我是哪一個 我看一下這是誰 這是誰啊 這是有嗎 這是有嗎 對有那個字念 它叫有貓神 然後它是 喔 它是工作財運的 真的喔 對它寫上脈 它是跟工作財運有關的 因為其他有些是健康啊 有些是什麼幸福 它是財運的 它是財運的 我很需要 我覺得現在 的塗裝好像 它是故意的嗎 它是故意塗得很 很糊嗎 因為 就說金子打造的東西 都是這種感覺 好像有福的 對 鍍金感 對 就是 你那個輪廓不可能太 太那個 真的有那種 這個筋塊很厚 然後它其實是重量的 還可 我覺得還可耶 有 這個有讓我開心一點 而且又是跟工作有關 它會讓我換大錢 好 可以啦 一百塊 我有點滿足了 有一點 好的 這個就是今天在台北地下見的扭蛋 我 欸我扭蛋拍這麼多集 我不可能不會選扭蛋之類吧 我以前真的很 西台 我鼓台是空虛的 嗯 怎麼會這樣 我覺得今天幫大家踩雷 踩雷會 就怎麼會 出現這種東西這樣 對啊 是太久沒來嗎 可能我每次都很久沒來 都轉到好了 都 不知道 沒關係 可是我覺得最後這個貓貓這個還不錯 這個金貓 嗯 它遠看還可以 對 好那影片到這邊了 如果大家有什麼想要分享 留言下面跟我說喔 掰掰